宠物犬冰死案例 朋友建议另寻医生 检查结果为牙齿问题 也许是牙齿腐烂物倒流入鼻腔造成 因此大黄两颗牙齿被拔 但拔后鼻子仍留异物 不吃东西 体力虚弱 大黄鼻子不见好 右眼也开始有样 医生说这种情况 必是鼻癌压迫眼睛 鼻子越流越严重 血也越流越多 医生说应该三至五周就有生命危险 为了减少大黄的疼痛而为止痛药 第二天一早 满地大片流的血至少有一磅 医生说大黄的生命已至最后阶段 如果想安排安乐死 就要立刻带去 因为医院周六下午1点后休息 至周一上午 在女儿坚持下 我们决定不安乐死 跟大黄一起与病魔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每天一点一点用手喂煮熟的食物 确定他吃下一些食物 花时间跟他一起走路 让他感觉温暖有爱 他的病情不再恶化 就在此时我有幸接触到原始点 开始用姜水给大黄洗鼻子和眼睛 同时每天把煮姜水后的姜掺在食物里给他吃 给他做原始点按推 红豆袋暖天温敷 经过几周条理 大黄的体力明显好转 食欲大增 看到改善 家人都十分高兴 2019年1月26日 大黄的鼻子好了 眼睛不再留任何异物 现在大黄每天精神十足 快快乐乐 跟大黄经历这次生与死的拼搏 更让我体会到原始点理念 对健康有多重要 内外热源 大黄起初就是因天气太冷而至 适量运动 适当休息 良好心态 按推原始痛点 用姜水洗鼻子和眼睛 一 眼睛和鼻子先用温清水洗净 二 纸巾浸满温姜水 挤入眼睛和鼻腔 往鼻腔挤时 鼻孔朝上 动作要迅速 不然狗会跑掉 因为姜水较辣 后续追踪 2019年3月底 大黄精神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